我们的圣经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第六节这么说 今天这两节的圣经在我们现今的家庭生活的危机现象实在是令我们非常非常的担心 因为父亲的心背离儿女 夫妇的心也互相的背离 这些正是现在的家庭问题 以至于影响到整个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所以今天是一个家庭生活最危机的时代 这两节的圣经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要回应将心归教 或者圣经刚才最后一句话说 免得遍地遭受咒诅 这个咒诅不是骂一骂 咒诅咒诅 事实上是遍地遭受灭亡的意思 感谢主 我们今天在家庭生活最危机的时代 同时也是家庭事工最良机的时代 因为经营家庭生活 恢复合神心意的家庭生活 是每一个基督徒 甚至于所有的有家庭的人 你我共同的本分 但是我们的教会也要承担提供协助这些社会的人 教会的训徒怎么样重建 怎么样享受合神心意的家庭 提供适当帮助的家庭事工 那这个是今天家庭事工最良机的时代 因为这是教会的责任 感谢主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我们来关心自己的家庭 我们来关心教会弟兄姐妹的家庭 我们来关心社区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他们的家庭 我们不只承担起经营自己好家庭的责任 教会也来尽提供家庭施工的本分 我相信家是我们的最爱 所以我们要将心归家才能够想最爱 甚至于我们进一步 我们享受到这个最爱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传福音最好的一个管道 就是借着家庭的关怀 借着家庭的事工 因为他们正处于 不知道怎么样经营婚姻 不知道怎么挽回他们的亲子的关系 圣经帮助我们 指引我们将心归家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除了人之外 当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需要求上帝的灵 感动我们 家庭的破碎 社会的不安定 甚至于治安 伦理道德的堕落 这岂不是跟最根本的人的问题 家庭的危机有关 主要求你联名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回归到我们的家庭 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丈夫的心转向妻子 妻子的心转向丈夫 我们都能够恢复和神心意的家庭 主啊 这不单单是成为我们有家庭的人的本意 期待也是祝福 甚至于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能够在你的岸里面将心归家 重新建立我们的家庭 成为许多社区的朋友 成为我们不认识的一些人的见证 因为这个时代 家庭最危机 正是人心最恐慌的时候 主啊 求你兴起更多的基督徒 也兴起更多的教会 也兴起更多的福音的机构 在家庭施工这一块 大家同心的来努力 谢谢主 你既然本来就有这个心意 我们在这个时代 同心在这边祷告 求你成全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